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气象局在今天还是持续针对南部的大概六个县市 发布了豪大雨特曝 其中屏东县的狮子乡 过去六个小时降雨量已经破百毫米了 也因为南部山区持续降雨 在南高屏都陆续传出了灾情 我的天啊 滚滚度时从山上滑落 阳起烟尘让目击民众忍不住惊呼 高雄山区豪雨不断 吐司松软 台二十县的梅兰明隧道 上午十点出现大范围落石 把民众吓坏了 还好当时没有人经过 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公路局表示隧道情况还好 等落石停歇 管制通行将立即清理 好消息是经过连日抢修 明霸克路桥 钢梁人行步道 一早七点开放通行了 居民们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 干着把物质往里头送 香涵便道预计十二日完成 钢便桥九月底修复 新建桥梁则预计在二零五年完工 一早下期大雨 台南龟人泳池屋顶破了一个大洞 雨水从天而降 犹如天然SPA 可把陈勇的泳客吓了一大跳 龟人雨量一小时就超过二十毫米 公办民营的泳池屋顶袖石 不敌大雨破洞 现场围起封锁线 禁止游客靠近 将紧急展开抢修 大雨也让位于屏东临边 永乐春淹水了 七号深夜 正成公庙的庙前广场全泡水 到了八号上午 水还没完全消退 雨淡持续发威 气象局提醒 中南部还是要严防豪雨釀灾 TVBS新闻徐继红 顾索仓叶凤达 南部报道 事实上南投县的仁爱乡 到今天还是停班停课的 甚至南风村这边 有加油站被土石榴淹没之后 现在在仁爱乡这边加油 最多只可以加500块 除非你可以出示 你是救灾人员的证明 详情连线记者曲优祥 好 主播各位观众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在仁爱乡的物色加油站 那这边呢 加油站这边有贴出公告 写着说 这几天有油罐车上过来 是属于特殊的情况 因为道路交通都已经阻断了 所以他们规定说 除了救灾的车辆以外 其他一般的民用车呢 都只能加500块钱的油 这会不方便 但是现在是没有办法非常时机 然后我认为的认知是 因为现在交通都是在管制 所以就跟超商的一些货品也上不来 那我觉得加油站有这个机制 它是可以让每一个民众 都可以平均的分配 就跟我们现在在送物资一样 就是平均分配 大家互相 对大家互相 我觉得还好 而石油在仁爱乡真的算是珍贵的资源 那另外呢 大家大家喜欢来加油站上厕所 这边呢 却被这个柵栏给围起来了 后面还有提到说停水 所以厕所呢 是暂停开放 那人这边水龙头打开来呢 也是完全没有水的状况 对于仁爱乡来说 不只加油 限价500块钱 目前还有缺水的疑虑 以上是我们在相互最新资讯 时间镜头 我召唤给红利主播 卢山温泉区呢 在今天撤离了50多位民众 他们是靠这个吊绳 帮大家妒息 而且呢 甚至有妈妈还抱着婴儿 非常的惊险 塔罗湾系上的绳索吊挂 特别用吊栏 因为这是妈妈抱着 七个月大的宝宝要撤离 妈妈 慢一点 母子两人顺利撤退 妈妈抱着孩子从吊栏起身 她的先生 还有另外一个小孩还在对面 先生要协助救灾 要帮忙救难的那个 对 那待会呢 待会下座要等孩子 要等先生 可能要下狐狸吧 目前塔罗湾系系床 大约有四五十米宽 修困的居民 陆续以牵引绳索 吊挂的方式 撤退脱困 我要去开道 你要去开道 你哪里不舒服 腰 腰不舒服 腰脊不舒服 协助民众脱困 除了溜索横渡溪流 还有直升机吊挂 上午七点多 先以直升机载送的方式 将三名长者 送到仁爱高农 分别有两名七十多岁的长者 以及一名一百多岁的人锐 直击炉山温泉的现况 道路崩塌中断的情形 真的是天崩地裂 车子呢 是完全没办法进来的 那现在呢 底下刨出来的路呢 也是给工程车辆来做使用 地基掏空 房屋悬在山坡上 还有砂石车的车斗掉落山坡 膝床上 两部情余的怪手被膝床淹没 这一次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呢 也重创整个庐山温泉区哦 那可以看到说这个河道上面呢 有两只怪手 目前呢 用台语来说就是屌垂 已经卡在中间了 卡路湾溪电高一两层楼 流入旁边的饭店 还可以看到小木屋 到现在依旧有泥流灌入 山河变色 父母惊心 TVS新闻 陈家贵 许又祥 许立凡 SNG小组 南投卢山报道 好刚刚看到 在南投仁爱乡这边 就连加油也得限定额度 的确资源是非常贫乏的 甚至呢 医护还有救难人员 60多个人 他们到这边帮忙 还得晚上睡在学校的地板上面 另外就传出灾情 农损的部分也非常的严重 卡路台风过境 仁爱乡清流部落 种植超过30公顷 节瓜还有20公顷 隧道连日大雨 不但冲毁央苗 节瓜也因为泡水根部腐烂 这两天 农业部长陈吉仲前往勘灾 直接拨开节瓜 查看就算没有被水泡烂 也都已经无法再长大 至少2000公斤油 80块 2000就16万人 当地村长说 仁爱乡是唯一能在夏天 栽种节瓜的地方 风灾前每公斤能卖到90元 现在栽后价格飙涨到200元 但根本没办法拿出去卖 那所以节瓜的损失已经超过我们天然现金灾害救助的标准 所以农业部呢今天会公告我们仁爱乡的所有的农作物呢 都符合天然现金灾害救助 6月到12月产季却遇到了豪大雨 就怕淋雨过多会变成空包袋 除了农水严重 全来各地也有不少人投入旧灾 新北市消防局除了消防队员一销加上医生护理师 队伍人数多达63人 由于灾区不变 还有消防队员没地方休息 直接借用学校的跳高软垫席地而睡 而通往仁爱乡的台十四线 虽然滩邦路段部分完成抢通 但同样实施机动管制 每天的早上7点11点到下午的3点7点 各开放半个小时 并是抢修的状况来放行 要往山区民众还是要提前了解开放时段 TV新闻陈家贵南投采访报道 虽然说卡努台风是已经远离了 可是呢现在担心的是 他在8月10号之后可能会穿越朝鲜半岛 想要请交给允七 好大家还记得卡努台风吗 他侵袭过冲绳之后呢 到台湾的北部海面 以一个非常小的角度回转之后呢 又再去了冲绳 然后呢原本外界认为 他可能就会往日本前进了吧 现在又转了个几乎是90度角 要往朝鲜半岛前进 还闪过了日本的九州 让不少人是大感意外 韩国气象厅认为说 卡努台风在8月10号的时候 应该会在釜山的西南方 90公里的海面上 他们认为说 它可能会是个强度台风 台湾中央气象局认为 它目前是个轻度台风 而在它北上的过程中 不排除会升级为中台 而韩国这边呢认为说 它以强度台风之资 登陆之后呢 会一路的穿越朝鲜半岛 在8月12号 就会到了中央大陆的东北 届时会减弱为热带气旋 而日本气象厅认为说 卡努目前还在侵袭琉球群岛 接着呢 它会往北移动 在8月10号的时候 穿越朝鲜半岛 事实上这张气象局 跟日本气象厅的看法比较相近 我们看这张浅示预测图 它认为说 8月10号的凌晨2点的时候呢 其实就在朝鲜半岛家门口了 预期8月10号就会登陆朝鲜 然后一路呢 往中国大陆来前进 预估的短时间之内 在嘉义引南地区 还有台东山区 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复兴节这天 西南风带来的强劲水气 还没完 嘉义引南山区 还是要留意大雨 屏东跟预估出现好雨 隔天状况差不多 而到了周四 全台水气会变更多 西半部地区局部大雨 北部跟东半部 则是午后雷阵雨变得明显 直到周末开始 西南风终于减弱了 但并未完全停止 中南部仍然会有 零星短暂降雨 等于一周天气 依旧处于不稳定 台风接力深沉 卡路台风 预估即将通过日本九州 接着朝韩国方向前进 不过就在日本东南方海面的 蓝恩台风 已经在八号上午生成 预估对台湾不会有直接影响 同样往日本移动 另外位在中太平洋上的 四级飓风朵拉 属于境外移入台风 不排除是长寿台 跨越换日线 进入西北太平洋 成为今年第八号台风 它移动过来以后 甚至在周末 如果换日线过来以后 现在资料判断 它还是往比较偏日本 或日本东方海面移动 对我们影响机会应该也是不高的 未来台风动向都还要持续观察 只是八号这天 也正巧进入二十四节期的丽秋 命令老师提醒 在这天少吃细瓜与良性的瓜类 烦倒秋代表稻米与火 中午吃白饭能增强财运 跟整体运势 丽秋象征最热的时候已过 秋季即将开始 但近期中南部的民众 只盼致灾性降雨能快趋缓 这本新闻终合报道 而卡努台风的路径 真的是蛮特别的 如果它之后直扑南韩前进的话 走的路线就是一个Z字形了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雨昕 好 确实气象专家认为说 这个卡努台风 在八月十号的时候 侵袭韩国可能会升级为中台的 因此对于韩国的压力是更大的 特别目前 它还侵袭在日本琉球附近 对琉球的影响很大 是因为它第一次来的时候 就造成当地断电 接着又来个回马枪 特别不少台湾去冲城玩的民众 也都滞留在当地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而除了卡努台风 它之后的蓝恩台风也已经生成了 不过蓝恩预期是会朝日本前进的 另一方面 佐拉台风是在西太平洋生成之后 跨界到了东太平洋 目前看来对于台湾的影响也不是太大 因此包括彭琪明也认为说未来的七到十天 其实台湾是可以喘口气的 暂时不会有台风侵袭 但八月的中下旬还有没有台风 是值得关注的 另一方面在卡努之前的杜苏瑞 其实是造成中央大陆津津剂相当严重的灾情 彭琪明也分析了 主要还是当时遇上的是太平洋高压 阻断了台风往北走的路 导致说台风滞留在当地下了四天的雨 才会造成相对严重的灾情 而且比较小看台风外围环流它的影响力 我们来看这是在大陆浙江 也出现惊险的场面 前唐江的大潮冲上提案之后 游客纷纷逃命 岸上的民众不断大吼 要这名男子赶快上岸 别再直播前唐江大潮 大浪逼近 他才匆忙奔回岸边 另外有不少游客近距离观浪 结果被浪卷走 现象还生 卡努台风还没到 中国大陆东部沿海已经戒备 7号在宁波机场一架货机降落滑行时 冲出跑道 索性没有人伤亡 为保障机场航班起降安全 宁波立胜国际机场 已经暂停现场所有航班起降 目前卡努台风已经生成11天 比台风平均寿命6到7天还长寿 中国大陆预测 卡努台风再度大转弯后 可能向西转 登陆韩国之后再扑向东北地区 卡努残余环流 如果和正在酝酿当中的第7号台风 兰恩共同作用 就可能会形成双波轮送水的形式 给东北地区带去暴雨 上了台风造成东北的洪灾还没结束 同时河北的洪灾也还在善后 却传出有网红到灾区作秀 一般人拉个老头站那个水中间 你们知道有多危险吗 你们是干嘛在哪个单位的 如果你们做秀来了 站在潜水区拍几张照片赶紧走 不止摆拍还擅自为了宣指的救难员募款 更普劳死者家中直播 种种乱象让人无法接受 而随着气候变迁带来许多洪水的灾情 于是大家就在讨论 是不是水坝的老旧问题 也会变成另外一个威胁呢 允希 好 台湾跟东北亚关注的是台风 美国关注的则是暴雨跟洪水了 特别在7月上旬的时候 美国的东北暴雨引发洪灾 不少河水是漫溢出来 像城市都成为汪洋一片了 特别在佛蒙特州 他们关注的是赖兹维尔水坝 这个水坝建于1935年 当时遇到的状况 就是水位不断的上升 甚至离大坝最高水位 只剩不到一公尺了 如果水再更多的话 可能就会变成这个水坝的水 蔓延出这个坝顶 可能会造成这个坝体 有结构上的问题 进一步要是溃蹄 甚至引发洪灾的话 恐怕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而在这之后 其实大家也关注美国的水坝安全 有一个数据是到2030年 美国有七成的水坝 其实寿命都是超过50年的 其中有2300座 更处于高风险 美国也有关注到这个状况 他们有一个研究 发现说如果所有的非联邦水坝 都要来修缮或是更新的话 其实要花1577亿美元 而在2021年的基建投资 法案里头也有30亿美元 是用在水坝的 做定期的维护更升级 另一方面也有专家认为说 其实因应极端气候 应该要考虑未来的气候模式 是不是要有更新的方式 来新建水坝 关心完了国际话题 也欢迎拿出手机 找门客套扣 上TVBS新闻网 来了解更多大事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